人说山西好味道 新州古城真热闹 七窥八碗 带现熬鱼 新鲜老火锅 传统美食 数不胜数 石头饼 桥面合捞 油面烤姥姥 特色小吃 蕴藏着哪些独特记忆 杂粮与老陈醋的相遇 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觉灵感 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中国夜市全攻略 山西新州 进入九月 天气逐渐转凉 而黑神话悟空的上线 又让山西的热度 向回到夏天 无数怀揣寻宝梦的玩家 奔赴而来 点燃了这一片三进大地 新州 位于山西省中北部 古称秀荣 因古代文风昌盛 而有文集九园 雅出秀荣之语 新州境内有中国佛教圣地武台山 酒塞尊崇第一关的燕门关等著名景点 历史悠久的新州记者神往已久 我们来到新州的第一站 就是被当地人赞不绝口的新州古城夜市 走进新州古城 青石板路 古建筑 仿佛可以穿越千年时光 这里既可以触摸历史 也是本地特色美食的集散地 是来新州打卡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 新州古城始建于东汉建安二十年 距禁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了 漫步在千年古城的石板路上 霓虹招牌琳琅满目 有许多美食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 比如河酪 烤姥姥 倒拿糕等等等等 对 这些美食不仅味道十分的好 还和当地的杨家将 貂蝉这些历史人物密切相关 可以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呢 别急 我们这就带你一一去揭秘 新州古城位于新州市的新府区 显观要塞 商谷往来 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 历史悠久的地方 自然不缺少独具特色的本地美食 瞧 刚到古城也是 我们就被一种用石头烤制的 传统面食吸引住了 香味非常诱人 它的名字居然叫石头饼 这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呢 石头是火山捡回来的时候 然后拿上那个打磨机打磨一下 就有了形状了 为了就是受热均匀 好食材才能做出好饼来 虫磨的小麦粉 好面 好大 然后做出来这个饼就是应该最好吃的 石头饼又称石子馍 干饼 早在唐朝就有 那时称石傲饼 明清时叫做天然饼 具有明显的古代石烹一风 凉石头经过三个小时的加热 然后再一层石头一层饼的铺起来 采用古老石烹方法做出来的小麦饼 饼面凹凸有质 酥脆可口 脉相似意 哇 掰开一看啊 真的是馅料满满 其实我们现在手中拿着的这个石头饼啊 是经过改良之后的 添加了丰富的馅料 比如说这个红糖的 豆沙的 红豆的 绿豆的 新洲有中国杂粮之都的美誉 有七大类一百二十多种杂粮 林林总总的面食招牌 一直在提醒我们来到了碳水王国 山西新洲 在古城的秀荣北向 我们看到一位师傅坐在巨大的杠杆上 原来他在做桥面和捞 月月你知道吗 新洲古城有各式各样的面食 但是咱们今天的主角不是面条 而是那张让你大到怀疑人生的和捞床 你看 哇 这得有凉蜜多长了吧 对 咱们一起去看看它 这个和捞床它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制面工具 它更像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舞台 每天上演着面条界的精彩表演 乔麦面粉粘性不大 容易断落 很难通过拉扯直接成形 只有用这样粗广的杠杆大力快速挤压 才能赋予它特有的细腻与爽滑 这碗和捞就要吃一个热乎劲 现吃现做 在滚水里移过和迅速捞起 和捞的教法便由此得来 再配上蜜汁的醋汤和早晨现熬的肉燥 马上香气四溢 压成细子的面条以后 它的面是又筋道爽滑 它就是用十几种调料 然后主要的就是醋 这桥面和捞的味道究竟如何 快让我们尝一尝吧 这个酸汤其实才是这碗和捞面的灵魂所在 从这个葱丝姜末 再倒大量胡椒粉这十多种调料 密制而成融合在一起 再配上我们山西的老陈醋 一股散发着沁人心咸的酸香 扑面而来让人回味无穷 在新州 很多美食都有独特的名字 比如接下来我们要品尝的这个油面烤姥 油面烤姥是我们山西特有的一种杂粮 并且它的形状长得像蜂窝 就是这种食物 为什么它会有烤姥姥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呢 这我还真不知道 咱们得请老板为咱们解答一下了 老板您好 您好 咱们这个小吃为什么叫油面烤姥姥呢 这个呢要追溯于1400年前 唐国公李渊呢被扁华之日太原留守 陆京凝空寺 老房上呢用油面团带李渊一家 上这个容器呢就叫烤姥姥 后来李世民父子用这个油面烤姥三军 烤姥姥意有烤姥的意思 将油面倒入盆中边倒滚烫的开水边搅拌 将面团揪成小块 用手掌按住往前推 用食指和中指夹住往里一甩卷成筒形 整齐的排列在已备好的蒸笼上 放在废水锅中 只要蒸五分钟就熟了 烤姥姥蘸着不同口味荤素搭配的扫子 这道美食连唐朝皇帝吃了都说好呢 真好吃 30里油面40里高 20里面条饿断腰 是新州当地流传的一句谚语 用来形容不同食物的耐机程度 也就是扛饿程度 据说当地最扛饿的美食 得说是饱得油高了 因为以前的话 他的农民啊 钢火啊啥的 他都时间做比较长 他就是扛饿 然后再一个就是一般红事儿 白事儿 还有过生日啊啥的必须吃的 他就寓意的步步高湿 所以说大食一般都上这个油高 因为他寓意好呀 硕鼠硕鼠 无食我鼠 这是《诗经未封》里的著名诗句 早在春秋时期 山西人就已经吃熟米了 制作传统的油高 必须练就一双铁砂掌 因为熟米一定要在蒸熟之后 趁着高温用手把它揉匀 俗称揣高 因为就是它热了以后 它才能把那个高面拆得均匀 是追准的 你要是冷了以后 它就拆不均匀 就是一块一块的那个小块 拆好以后 把糕放在案子上擀成面饼 抹上厚厚的红枣泥 两边对卷 用细绳切成片状 精热油炸至金黄 油高表皮香脆 口感香甜软糯 价格现在就是五块钱 三个咱们定的就是 每天差不多也 这两天的话能卖到个四五千 五六千 杂粮皮包着杂粮馅 能做出当地著名的杂粮蒸饺 蒸饺皮是用高粱面制作的 而杂粮馅会是什么呢 高粱面里面就是豆腐渣 豆腐渣就是咱们做了那个豆腐 剩下那个渣子 末豆腐剩下的豆渣 加入白萝卜增加水分 加入猪油 让豆渣的口感变得更加圆润 豆渣是新州最具有地域特色的 一味馅料 入口酥酥软糯呀 古城夜市中的小吃 大多采用前店后厂的模式 也就是透明厨房 消费者能够直观地看到 美食的制作过程 现在正制作的 是我们从没听说过的一道小吃 麻烦糖枣 麻烦糖枣 这个糖枣是蜜枣吗 糖枣像枣但不是枣 糖枣是由糖面油做成的 并且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已经出现了 麻烦糖枣 是将仪糖减油 用开水冲开加入面粉中拌匀 打成面碎 将面碎与红糖调成的糖浆混合成面团 饧20分钟 然后搓成长条 切成1.3厘米长的方剂子 入油锅中炸成黄红色 它形式枣 不名思义叫糖枣 是当地的一个地方特色 在飞移体验店里 不仅能看 还可以自己亲手体验 制作这样的美食到底难不难呢 我现在进行的呢 就是制作糖枣的第二步 我觉得这个过程呢 就像我们平常包饺子切剂子一样 但要注意这个剂子的大小 只有这样才能做出 又圆又好吃的糖枣 将红糖 白棉糖 桂花 加水 放在锅中熬成糖油汁 然后把炸好的胚子滚入 从而增加了胚子表面的粘性 捞出后倒在盆里 表面鬼层白棉糖 现在就到了这个最幸福的时刻了 品尝自己亲手制作的糖枣了 一口下去啊 真的是非常的香甜 而且酥软 来到新州 别忘记吃一道宫廷玉点 它因为形状和瓦片相似 所以叫做瓦酥 据说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 陆经新州 周关敬上当地的小吃瓦酥 慈禧时候龙岩大开 自明龙凤瓦酥 瓦酥的制作 全程布加一滴水 鸡蛋黄和小麦粉融合在一起 擀开切成大约长十厘米 宽四厘米的长条 用带有新州瓦酥字样的模具刻出来 进油锅炸制 出锅以后压成瓦状 在新州 面素不仅是春节祈福的必备 还可以塑造千变万化的人物形象 在山西不仅可以把面吃出花样 还可以玩出花样 面怎么个玩法呢 答案就在这里 面的特点跟其他材质有显著的区别 一个它就是细致 它很细腻 可以做很细致的东西 另外一方面面它温柔如玉 它做出来的质感更加洁净于人的肤色 其他动物都一样 一个小小的面团 在卢沛红的手中经过捏搓压揉 再用小刻刀灵巧地点切刻滑 五颜六色的面团跟随手指翻飞 经过三天的雕琢 活灵活现的齐天大圣就成型了 我觉得孙悟空他可能就是 属于那种桀骜不逊的那种感觉 就是尽量地把他的表情 那种不逊做出来 新州地灵人节 中华民族历史上很多有影响的人物 都在这里留下过遗迹 比如北宋时期杨家将 听说在新州代谢 有一道特别好吃的代谢熬鱼 就跟杨家将有关 从小听着杨家将故事长大了 我最想走近的就是代谢院落了 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以北宋年间的军事家族杨家将为主题 按照连文化的形式 创作的一系列的烙画 他描述了从杨家将在北汉年间 到后来归顺了北宋 再到金沙滩一战 遭受了巨大的牺牲 包括之后杨的女将 一系列故事都有所体现 那么在我们新州有没有一道 关于这个杨家将的美食呢 有的就是代谢熬鱼 据说当年镇守代州 燕门关的杨家将打了胜仗 就会熬上鲤鱼庆祝一番 代谢熬鱼由此而来 将鲤鱼改刀后裹上玉米淀粉 油温达到130摄氏度下锅炸 期间要反复翻面 炸到通体金黄才能出锅 炸好的鲤鱼放进油蜜制调料熬好的汤底 要足足熬至两个小时才算完成 用来盛放的容器也透着北方的豪慢 超大的铁盘下还能继续加热 我听说这个代谢熬鱼 还有自己独特的吃法对吗 那就是配当地最有名的黄酒了 这个黄酒颜色金黄 但是入口是温和且纯香 味道非常的好 在新州 不光鲤鱼好吃 这里更是盛产羊肉 可兰下的白子羊肉就非常出名 红白相见 瘦多肥少是秋季滋养佳品 就我们那边放药在那个山塞楼里 它吃的白苏籽 喝的那个甘泉水 那么就那个白子羊肉 将白子羊肉剁成小块 放入葱 姜 花椒 香叶 枸杞等十多种调味品 小火慢炖两三个小时 加入胡萝卜等黑菜 克兰白子羊肉锅就做好了 外洋散寒非常适合秋季使用 口味非常的鲜美 还有这个肉质也是非常的细嫩 今天带了一座的朋友来共同品尝一下 吃完羊肉 让我们清凉一下去品尝个冰淇淋吧 不过这里的冰淇淋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很多人甚至都没听说过 竟然有这种口味的冰淇淋 瞧 这个冰淇淋可不是普通的冰淇淋 而是老陈醋冰淇淋 醋是山西人的本命调味品 甭管吃啥都得整点醋 我现在已经闻到了浓浓的醋香 这就是山西的味道 对 那么圆圆你知道何为山西老陈醋吗 年年吃饺子蘸醋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呢 山西位于黄土高原 水质硬且碱性道 当地人又习惯吃面食和杂粮 食物在体内较难消化 于是为了中和饮食 醋就成了山西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新州古城自然也少不了醋房 大家都知道醋 但是何为老陈醋呢 酿好的醋 盛放一年以上达到六度的叫老陈醋 对 这个度数越高就感觉这个醋的更加醇厚 这个酸味当中还有一点甜 对 回甘 回甘的味道 新州人的味蕾离不开醋的酸香 当地人不管吃什么东西 总是要加上点醋的 原来你吃过牙膏吗 牙膏是我们新州人儿时的记忆 做好的牙膏浇上浓郁的醋汤 一口下去就回到了小时候 高凉面和鱼皮面混合 用开水搅拌 加水焖一会儿 然后放在火上搅拌 防止糊锅的同时 还能感知粘稠度调整加水的多少 这个做好的牙膏浇上这个浓郁的醋汤 然后溜着边把它夹成小块这样吃 会更加爽口 七亏八碗叫酒多 这鸡腾腾气上佐 四红四素四干锅中间放得干磨磨 七亏八碗 名字听起来就很有来头 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我就是特别奇怪 就是我们七盘为什么要被称为七亏呢 你看这个碗呢 这个在我们当地呢叫亏碗 其实它就是一个扁的一个小碗 底 小底 度大 宽延 这个呢 您看把它翻过来像个什么 这个像那个古时候 特别是在晶圆时期 打仗那个头盔 头盔 因为它打仗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的地处三关要塞 天头关 雁门关 零五关 打仗的时候 古代教授 它有时候均情紧急 来过去来锅造饭 用这个铜盔铁盔 煮饭也好 烧水也好 所以呢 演变到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是像个头盔的这个碗 我们那边从古至今 演变到现在的这个就叫盔碗 头盔的 七盔表示七种凉菜 八碗呢就是八大碗的热菜 七加八等于十五 但我们数了桌上的菜 发现不止十五盘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七代表什么呢 吉利的吉 亏呢代表就是一个满 八呢代表一个 怎么说吉利素是发 你发我发大家发 碗代表一个大 连起来就是吉满发大 老板是一个 一个向往美好的 一个愿望和意义 所以呢 教室叫七魁八碗 但是真正我上菜 不止这么十五盘 所以代表就是满满当当 新州吃了七魁八碗 就相当于您吃了 北京的满汉全息了 新州曾被称为新县 因为地理位置偏北 入秋后昼夜温超道 于是老式铜火锅 现在就吃上了 深受当地热的喜爱 锅具中间是排气的 圆柱小孔 严满碳火 围绕着排气孔的 圆形大火锅内 堆叠着各式菜肴 而当地人最中爱的 就是这传统的石锦火锅 就是这个传统老火锅里面 包括白菜 肉丸子 还有蒸肉丸子 还有烧肉 海带 金蒸 豆腐 土豆 这是咱们本地的黄花菜 熟成就是干金蒸 这是咱们新州最有特色的 蒸肉丸子 它就是土豆腐面 肉末 火起来以后捏成碗 蒸出来的 传统老火锅中最重要的菜是烧肉 要精选五花肉 鲜焯水 去除血水 浮沫 加入葱姜蒜 料酒 花椒 大料等调料卤制 煮出来以后完了 再烙出来完了油炸 就去它那个心 去它那个腻 新鲜老火锅的装锅 也是有讲究的 跟川鱼火锅 老北京火锅不同的是 新鲜老火锅里的菜 不是涮的 而是一层层铺在火锅里 如果菜品摆放程序不对 就会糊锅 煮出来的味道也会不一样 它先装这个白菜 它装别的怕糊锅 糊锅就影响了 这个火锅的口味了 白菜上面再放土豆 土豆耐煮熟得慢 因此放在底部 土豆上面再铺干筋蒸 起到增香作用 之后放海带 海带去腥 这个时候就可以放粉条了 好了再放王子 还有豆腐 豆腐也是 起到那个吸油的作用 就是那个融合这个 里边这个肉的这个味道 火锅的汤汁越煮越浓郁 晒干后的干豆角更容易吸收汤汁 此外绿油油的豆角也能让汤汁的颜色变得清亮鲜绿 这上面放在那个五花肉啊就是为了更好的让它渗透到下面这个蔬菜上面这个油脂 就是出来以后就更香了 新鲜传统老火锅 吃的过程中要多次添加高汤 而且加汤的时候 胡子的方向也很有讲究哦 加汤的时候这个土主要对着年长的人 就是比较尊敬的一个人啊 就是这个意思 锅里的菜和肉越煮越香 汤也越熬越好喝 同锅会食解地道的新粥味啊 远远俗话说啊 这个火锅好不好 尝汤就知道 把这个新鲜老火锅的汤汁啊 是喝起来感觉鲜香浓郁 对这个汤它可不是一般普通的汤 是由鸡骨架和猪骨头熬制三个小时制成的高汤 所以这个味道更加鲜美也更加的浓郁 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就位于新州 素食在这里也很流行 在这家素菜馆里 我们看到这道菜名为一指馋 看起来像火腿肠 但它却完全是用纯素的大豆制作而成的 完全吃不出来是大豆做的 我觉得跟真正的火腿肠相比 这个绝对比它还要好吃 将莲藕切成碎丁 挂护油炸后加入油醋 橙汁 番茄酱等调制的汤汁 这道珍珠玉盘 看起来颜色鲜亮 十分精美 吃起来味道又如何呢 这个一口下去真的是外皮是香脆酥软的 而内里的这个莲藕能保持它原有的口感 五福罗汉斋主要食材是五种菌类 阳赌菌 白木耳 玉兰片 素毛赌和素金钱赌 五福就是长寿 富贵 康宁 浩德 善终 就五福林们大家都喜欢这五福 这个是以麻辣香鲜为主 在品尝完一桌精美的素食之后 来到茶室品一杯香名 欢迎大家来到新州 感受五台山下的自在生活 在灯火璀璨的新州古城中 您可以欣赏老式建筑品尝特色美食 可以感受古朴与现代交融会脆 所迸发出的迷人魅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